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好适合春夏出席朋友生日聚会等等的任何场合 所以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就接着看去吧 那其实今天小具这个妆呢是会给人一种人间富贵花的感觉 所以说今天的底妆要求会稍微高一点点 在细腻轻薄的同时呢要把你凉得起来 终终遮住给人一种你天生好皮肤的感觉 那今天粉底用的就是这一款乐德的毫米粉底液 这个粉底液是这种非常水润的感觉 延展性适中 轻薄但不耽误遮瑕 而且它是比较水润容易推开的类型 然后我们就直接来上脸 其实我脸上的小瑕疵还是蛮多的 所以我一般粉底液会选用一个遮瑕力度中等的 完了涂了涂涂涂 其实你们能看到这个粉底液的遮瑕效果还是蛮不错的 你们看我脸上这一边的瑕疵和痘液 其实都被遮得七七八八了 这个粉底液是一个非常自然遮瑕的状态 然后妆感又是刚刚好 不会过于厚重 那说到痘液 其实这个粉底液对多多肌和像我一样的敏感肌也是非常友好的 不会闷痘也不会让你的皮肤过敏 其实你们能看到它上脸就是一个非常柔雅光的妆效 然后微微带一点点光泽感这种妆效 我真的是特别喜欢 而且我觉得这个粉底液的持妆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我之前是玩了一整天 到家都没有暗沉和斑驳的情况出现 然后就到了最近妆的一个特色就是眉毛 它的眉毛整体是微微往下垂的这种非常无辜的眉毛 所以说今天我要稍微调整一下我的这个眉型 它的眉毛其实是有一点倒霉的 但这种眉睛会看上去有这种我见油脸的感觉非常妙 为了眼妆让你们看得给大家清楚 我有打了一个灯在这里 再用一个这个颜色打个底 可以引花一点淡淡的这个倒三角 在眼前整个都带上可以晕染的稍微大面积一点 用这一把这个颜色叠加在你眼睛的后三分之一处 轻轻带到你的鼻头 然后再用一个这个颜色扫在你眼部的三角区 然后还是这个颜色在你的卧蚕下方 另一个卧蚕往前后晕染 在这个颜色体调一下你的卧蚕 然后来画鼻影 鼻影从你瞳孔正上方这个地方延伸到你的山根 小菊的粗鼻量也是重点 所以我们鼻量可以画的稍微宽一点 鼻量宽以后显得你整个人非常可爱 因为它的鼻头比较平 不像我的海鸥线色明显 所以鼻头多刷一点 然后用这小的细节刷勾勒一下鼻型 然后用这个白色的眼影粉提亮 先把睫毛夹跳在了画面眼线 用一只棕色的眼线的胶笔填补一下内眼线 我刚刚就腮红整个托盘了 我想跟你们说小菊的眼妆 它其实是有一点点血色感的 就是那种刚刚哭过楚楚可怜的感觉 所以需要在眼头跟下眼镜上一点红色 但是我这个腮红非常不整齐掉出来了 下眼镜这里 掉一点红色 然后眼头也来一点 等一下就拉近了一个这个眼尖区 然后画一只脚的眼线 自然延长就好了 眼线画完之后呢 就来刷一个睫毛打底 因为今天的睫毛不出意外 是要贴假睫毛的 所以说睫毛稍微刷一下就好了 刷出这种肯肯分明的感觉就好了 接下来的话今天的灵魂就是亮片 还有一个大亮片 点在眼皮上 然后再用一个这个NARS的 特别亮的亮片点在卧蚕当中 然后在眼头再点一点这个高光 再用一个这个 比较大一点的闪片点在眼头 看一下这个闪 然后再贴这种单粗的达睫毛 然后再贴一点余维款在眼尾 再用眼线液笔画一下达睫毛 腮红轻轻地打一点 在你的眼睛之下方 操拳骨 然后鼻子来一点点 修容 脚趾有一个特色就是它的额头比较短 把我们在这里发起线这里 往下也少一点点 修容 然后又用一个这个YCL的409 这个颜色我真的特别喜欢 我已经用空调一管了 哇 太假了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在我心中是没有其他替代品的 从它的质地到它的颜色 用一个这样的唇霜 你软一下 我喜欢再叠加一点点在唇中 这个颜色会比现在镜头里面再偏僵果色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看的这个颜色 是一个非常好看的酒红色 然后我去搞个涂 那今天这期视频到这边都全部结束了 如果你还有什么想看的内容 记得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大家拜拜 拜拜